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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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那时候,耶稣和门徒们起身,经过加里勒亚。 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因为他正在教训门徒。 他对他们说,人子快要被交付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 可是门徒们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他。 他们来到各法翁,进了屋子,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一些什么呢? 他们都迫不出声,因为他们一路上在彼此争论,他们当中水比较大。 耶稣坐下,叫过那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 你若想聚守卫,就必须聚众人之末,做大众的仆人。 然后他拉来,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门徒们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 谁因我的名字,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 谁接待我,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基督的福音 亲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 转眼间,我们已经就快步入了离异年末期了。 一年,还只是差两个月,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又进入了降临期,新的一年,又再开始了。 所以在我们结束一年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一下, 中途们还有门徒们,他们的品性。 并且呢,来看看到底他们跟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而且呢,也让我们也提醒我们一下, 到底这些中途们,是不是真的有跟随着耶稣的途径, 耶稣的道路。 我们可要知道, 他们已经陪伴着耶稣, 不只是几个月的事情, 而是已经是两年半的事情了。 可是他们在这一段时间, 真的有了解耶稣是谁吗? 所以呢, 让我们从马尔谷福音第四章开始吧。 从贫富信仰的奥基里面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般十二个人是没有信德的人。 耶稣不是说, 你们这些小信德的人, 完全不能屏风吸狼吗? 过后呢,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漏血病的女人。 然后当耶稣说, 谁触动了我。 然后他们说, 你不觉得这里的人潮这么多人, 谁碰了你, 我们怎么可以给你一个答复呢? 他们并没有了解到这个问题奇怪的地方在哪里。 过后呢, 当他们看耶稣无饼二鱼的真饼之时, 不是也犯了同样的事情吗? 他们说, 我们的这一笔钱可以买到多少个面饼, 来喂满, 来喂主, 这里群众的所有的人。 所以呢, 他们完全还不了解耶稣是谁, 而且呢, 在他们在船里晚间遇到惊涛骇浪之时, 看到一个鬼影过来的那一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见到了鬼, 并没有了解到呢, 那个前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自己本身。 所以从这里我们简单上可以这样子说, 看到好多奥迹还有奇迹的人, 不代表他们会归心于天主。 反而呢, 反而呢, 很多情况之下, 他们是心硬的。 所以, 从这里看来, 我们甚至呢, 在上个礼拜, 遇到了一件事情, 他们, 尤其是波多路, 在那一个加利勒亚菲利比那时候呢, 称耶稣为墨西亚的那一刻, 他并没有真真实实的, 把他当成是耶稣所心里面想的那个墨西亚, 反而是凭着他自己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 而且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透露给你们了。 他们今天呢, 就谈论说, 谁在他们当中是最大的。 如果你们是一个很喜欢看小说的人, 独子们, 你们会不难的了解到, 这时候呢, 师徒关系开始变得十分紧张了。 你知道吗? 当你的门徒们开始在你后面谈论说, 到底谁做阿头的那时候, 他们其实是想说, 当你死了啊, 我们谁最大。 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是主约的话,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儿子们, 女儿们开始做出这样子的尊论, 他们其实正在等着你死了过后呢, 就创一番事业。 如果被你自己的爸爸, 还有妈妈听到这件事情, 他们感觉是怎么样? 哇, 身份喜乐吗? 哇, 我的孩子们多么喜欢, 多么喜欢我的公司, 要把他给拿下来这样子。 他们并没有这样子想了耶。 可能他们在那里想说, 这些家伙只是为了钱而已。 他们并没有尊重我的感受。 而当时候耶稣呢, 就是感觉到这样子, 他才刚刚跟他们说, 他要面对的苦难。 可是转眼先, 这些门徒们就很像那个狮子王故事里面的辛巴那样, 唱那首好有名的那首歌。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对吗? 我等不及做国王的那首歌, 来让世界知道呢, 我真的是等不及要做阿头了。 他们已经被君王的荣耀头衔蒙蔽了双眼, 然后他们选择不再问关于到苦难的事情。 因为当他们问耶稣对吗? 我相信他们这些做墨西亚, 还有君王的荣耀头衔, 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荣耀了。 所以在这里, 耶稣呢, 想要趁这个机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他做了什么? 他在他们当中呢, 拿一个小孩子过来, 而这个小孩子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他是谁。 有可能他是西满波多禄自己的儿子, 也有可能他是他们亲戚家的其中一个小孩。 然后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 谁因我的名字借贷这一个小孩子, 就是借贷我。 谁借贷我不是借贷我而已, 而是借贷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从这个短短的一句里面, 我们学到了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注意力直接放在那小孩子的身上, 对吗? 然后说, 小孩子以前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 对吗? 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我们应该像这个小孩子这样子。 可是今天的福音还有根据今天的前面的两个读经, 讲的东西很像不是那个。 他们想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点, 就是那些借贷自小孩子的那一个人。 因为那才是真正称为耶稣门徒们的一个榜样。 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好吧, 让我们又回到犹太人刚才的那个角度, 来看小孩子的身份。 犹太人跟我们很多亚洲人的传统习俗是很像的。 他们也是有男尊女卑的状态, 而且是男女受受不轻的。 男生一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在男孩子居住或者是活动的地方, 然后女孩子轻易是都是在后面或者是在比较隐秘的一个地方藏起来的。 如果你们不适合确定的话, 马六甲的养惹文化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在大厅里面, 谁可以在那里坐呢? 只有他们的爸爸还有儿子们而已。 而且做女儿的、做妈妈的都是躲在那个屏风后面, 然后看到底外面的那个人是谁,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是这样子。 可是在他们的生活, 也就是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有哪一种人是可以从大厅走到内院里面, 然后从内院里面走到大厅里面去的? 就是四处乱跑的。 那个就是小孩子而已。 因为小孩子太小了, 还不知道习俗, 所以他们就可以擅自地进入男生住的地方, 还有女性住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对吗? 小孩子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闲话的传播者。 怎么样子说呢? 如果外面男生讲一些重要的事情, 对吗? 有小孩子在里面, 做太太的、做婆婆的、做女儿的, 就会问那个小孩子说, 哎, 刚才你的爸爸讲什么? 讲给我听。 然后那个秘密呢, 就会从外面走到里面去。 也就是为止这样子, 对吗? 很多有很重大的事情的那时候, 大人们都不想要小孩子在现场, 对吗? 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相信在我们家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当爸爸妈妈正在讨论到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说, 小孩子回房间去。 然后他们就讨论很重要的事情。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是一样。 因为这样子, 对吗? 耶稣就会说, 只有那个接待小孩子的那一位呢, 才是真正的我的门徒。 为什么呢? 因为, 接待小孩子的人, 是完全, 心里面是十分纯洁的。 他并没有什么阴谋。 他并没有什么秘密。 所以前来的话, 对吗? 如果说, 刚才你爸爸说什么? 爸爸只是讲普通的家事而已哦。 你知道,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并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传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耶稣就跟我们说, 他们接待小孩子的人, 就很像心里洁净的人, 他们要看见天主。 而且今天智慧书, 智慧篇不是也是跟我们提到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因为, 因为好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隐藏事情, 对吗? 恶人反而就会在暗处里胡思乱想, 是法险害一个义人。 也为此, 小孩子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就成为一个工具。 好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义人的话, 你自己本身是并没有任何不能见得光的秘密的。 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已经知道, 耶稣跟我们说成为门徒们的一些做法了。 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如何超脱, 第二, 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最后我们就要跟随他。 所以真正没有秘密, 还有野心的人, 才可以真正的抛开自我, 迎接耶稣, 迎接派遣他的那一个人。 所以今天呢,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回想吧, 去品尝今天耶稣所跟我们说的那一句话。 我们这里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十分有野心的人? 而且当你充满野心之时, 你是不是不小心把你周边的倾盆既有, 也不小心给陷害了? 因为呢, 耶稣当他说他苦难的时候, 对吗? 他正在跟他们提着说, 你们十二门徒里面, 我希望你们不像法利塞人, 经书们, 还有世纪们那样, 在暗地里面讨论如何伤害我。 因为很多有野心的人都是爱在暗处里面呢, 伤害那些十分单纯的人。 所以今天, 让我们也祈求耶稣给我们一个十分纯净的心吧, 好让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他的门徒, 并且祈求, 也并且呢, 为那些因为被这些十分有野心的人, 伤害的人祈祷, 好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渡过难关。 阿们。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oday the main focus of this gospel story is not so much of the child that Jesus put on his lap or in front of the 12 apostles. It's not so much of that. Many of us will make that as a main theme for today's homily. but today our Lord is trying to focus on something else, the person who accepts this child as part of their own. That is because in the past, like what I mentioned to the rest of the other congregation, is that children is the only human person that can go in and out of the men's quarters and the women's quarters of the ancient Jewish time. So secrets are usually spread not by women themselves, but by children. And people who can accept children like this as part of them means that they don't really have any bad motives or secrets to hurt other people. So our Lord is trying to tell us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particular man who accepts this child. Because if you don't have secrets to hurt others, you definitely is a man who is pure of heart and the kingdom will definitely be yours. Let us pray to y'all. Lord and wij We are now there It's time to come to pass